哈囉美女們 我今天要試用的 是這個產品 是三個步驟的臉膜 那它這是從一個 男涵店叫做 Face Shop 就是臉的店 我不知道亞洲是這樣翻 那這個品牌 其實我有用它的眉筆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之前的影片 我覺得它的價錢實在是很實在 那我就想要試試看 因為我用過它別的臉膜 面膜可是 我覺得因為我的去角質 有時候我覺得我忘了帶去角質 所以我覺得那個面膜沒有辦法 完全吸收結果 我那天在這個韓國店的時候 我問那個小姐那個小姐蠻厲害的 她跟我講說一些產品 因為我是混合新皮膚 那我就說有什麼可以 建議的這個呢 是美白又 滋潤可是 它是適合什麼皮膚都可以 肌膚都可以 那它這個後面 我不知道亞洲是不是會有 華語 國語 可是在這邊就是有英文跟韓文 那它這個最主要它主打的是 有這個 這個面膜是 Aloe Vera 跟Hydraulic Acid Aloe Vera是 蘆薈 Hydraulic Acid是什麼什麼酸這樣子 細節我放在這影片下面 那它第一個步驟呢 就是 你先去角質 然後第二個步驟是 你幫它鎮定 那第三個步驟是面膜 好 那我們現在來試試看 第一個呢 我就把它撕開來 這個 那它這後面的 韓文我看不懂 可是英文就是說 它說它這是一個 很大的棉花棒 然後呢 它已經 就是 OK 要記得洗手 它說它已經有 AHA是一種 去角質的 乳液物 它是一個很大的 可是呢 這個其實我之前做過英文版 所以我知道它這個問題是什麼 是 它所有的那個液滋都在這下面 所以呢 你剛剛拿出來的時候 它可能會有點乾 然後呢 它這味道 有一種 苦味啊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不是 可是 感覺上不是 酒精 可是又有點酒精 因為你這樣擦下去會涼涼的 那它是主的 它是英文是寫說 你用AHA 就是這個 去角質的酸 是不是 它可以幫你去角質 然後 去 然後你 擦的時候 只要擦這幾個步驟 所以 鼻子 這樣子 額頭 然後 因為它這個後面 後面還畫了一個圖 只有鼻子 額頭 下巴 這樣子 然後它就說 如果 你會 有些人可能會刺刺的 我平常蠻敏感 可是這個我竟然不刺 然後它說 如果說你刺刺的感覺 超過十分鐘的話 要趕快把它洗掉 用溫水醒掉 那它說 這個最好是 晚上用 它就還寫說晚上用 然後 你白天的時候 出去 你一定要用防曬 因為你這樣 去角質 它說 avoid 就是要避免眼睛嘴巴 還有 呃 帶你要是有傷口的話 不要用這個 那 這個 我覺得 味道 我不是很喜歡 這樣子 可是我 我忘了提了說 這一組啊 我是美金大概六塊錢買的 它的 平常價錢是六塊錢美金 好 第二個步驟咧 是叫 Soothing Serum 就是 要幫你鎮定 因為你剛剛去角質之後咧 你的臉 要是很敏感的話 其實我很蠻敏感 可是我 竟然沒有紅紅的 它說 這個有 呃 Aloe Vera 是蘆蕙的 呃 筋 是不是 還是 Extra 它說可以讓你 皮膚可以馬上鎮定 因為你剛剛去角質 它可以馬上鎮定 這樣子 然後這個咧 我記得我英文版的時候 基本 喔它沒有它這個 這個比較多 它 上一 喔其實還是沒有很多 一點點 好可憐喔 可是它這裡面 除了 Aloe Vera 就是 蘆蕙 它也有一種 酸 喔還有一個 Anticep 這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這樣 可是大部分還是 是水 如果你看它的 品 那個成分的話 它第一個列的是水 這樣子 然後 一大堆 化學產品 這些 可能不是化學產品 可是它 寫的東西 都是化學資料 我根本看不懂 所以我最近有點想 往比較自然點的品牌 去試試看 這樣子 可是因為我 平常用面膜 然後我覺得 沒有好好去角質 好可惜喔 OK 第三個步驟呢 是這個面膜 OK 它這個就是 Moisturizing 是滋潤的 面膜 每個人都說滋 然後這邊寫說 蘆蕙跟Helogic Drugs Acid 就是 一種酸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麼酸 那它這個後面 它這是 英文的解釋 基本上它就是說 你要 我看一下 放在臉上 大概10到20分鐘 然後咧 這樣子 拿下來之後 拿下來之後 可以輕拍 OK 好不優雅喔 然後這個滿滋潤的 然後你聽 它這個滿厚的 它這三個產品 我覺得它很好笑的是 這個這麼多 很滋潤 聽它聲音很滋潤 可是前面兩個咧 就是沒有什麼 料 很奇怪 我還要把眼睛拿起來 而且這個 沒有分前後 我在台灣 有一次有個廠商 送我一個 試用品喔 我把那個放在 以前下 也好 如果記得 或你們前面找 那個 這個聞起來有點 OK 這個聞起來喔 有一種很奇怪的 不知道是漂白水的味道 可以怎麼樣 而且我覺得 還是因為這個味道 是每次我去那個 韓國SPA 的時候 他們的護膚是不是 都用這個產品 所以我這個味道 讓我想起那個地方 那這個是非常非常滋潤 沒有錯 我覺得女生一定要一個禮拜 這樣對自己好一點 不論你外面 有多少的壓力喔 我覺得一定要對自己好 不然你會垮掉 我覺得它這個 三個步驟啊 一 二 三 它這個第一個咧 我覺得它 大概是不知道 是怕你弄傷自己 還是怎麼樣 它這個 那個液體很少 然後這個咧 其實也蠻少的 它只有這第三個產品 我覺得它 它這個潤膚的 這個乳液 比較實在一點 這樣子 OK 所以我這個要放 大概10到20分鐘 那 這個產品咧 是韓國做的 所以韓國進口來的 叫The Face Shop 這樣子 那知道我會放在這個影片下面 那今天的結論是 我到底喜歡這個產品呢 我要講的是 覺得說 因為我最近想要多找一點 我覺得這個產品是 很方便是沒有錯 可是我覺得它這個 跟前面這兩個東西 這個 步驟 我覺得它的成分 產品實在是給的太少 有點 覺得它們有點小氣 這個是沒有錯沒有 可是這一組 它是一組賣的嘛 所以你是付一組的錢 這樣子 那我是覺得說 如果我能的話 又不嫌麻煩的話 這個我兩個 可能會去單獨買 可是如果說 我很忙的話 然後 我實在是太懶的話 我可能會再去買一次 但是 就是我講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味道 感覺不是很好 然後 我覺得它的產品 不知道是不是很自然 因為我看它成分 我覺得 自然成分很少 這樣子 OK 所以今天 給它是 在中間 不是上也不是下 就是 中間看你的狀況如何 這樣子 OK 好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OK 好 掰掰 哈囉 我最近見到好多觀眾要求 想要跟我一對一的見面 那因為基於時間限制 還有安全的關係的話 我現在只開放 跟大家在網路上 一對一的見面 那現在有四個部門 我可以接受 大家跟我預約 就是 第一就是 英文家教 其實這是我之前 有韓國觀眾 問我說 可不可以教他們英文 所以我才開始開放 英文家教 第二個就是 你們如果要我訓練 你們怎麼樣 在美國工作 因為我之前幫科技公司 應徵人的時候 如果再搭公司的話 你一天可能要見八個人 有時候可能是兩天面試 那 因為我看過很多 所以我可以給你們很多知道 再加上你們好多人 在問我一些問題 那我一定要跟你們 一對一見面 然後在網路上看你們的 嚴詢舉止 才能給你們一些反應 因為你們寫信息來 我真的不知道 那第三跟第四個都是 其實是生活教練 就是你們可能跟我講說 你們生活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挫折 你們不知道怎麼改進 那有時候我寫給你們 我發現你們 可能覺得不大能實心 或者就是說 你們自信心的問題 你希望我每個禮拜 跟你訓練的話 或是每兩個禮拜 跟你訓練的話 這些我都很願意 跟你們一對一的指導 而且我很希望可以看到你們成長 那除此之外的話 呃 你們就要寫信給我 就先不要預定 這樣子 那怎麼樣跟我預定呢 我其實已經開放我的時間表 就是你們可以直接在網路上訂我的時間 那怎麼樣去 溫我預約時間呢 就是在這個影片下面 希望我現在開放的這個一對一 可以對你們有更深一點的幫助 呃 更多一點的幫助 因為我知道你們很多人在跟我要求這個 OK 呃 如果有什麼其他疑問的話 也可以在這個影片下面留言 OK 好 掰掰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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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